他的成绩单就要更好一些 从付出以后都连续拿了好几赞的冠军 作为周明来说 唯一要担心他的可能就是一个体能问题 如果他的体能能够保证的话 利用他的经验 利用他的技术 还有他身材比较高大 他的跑动能力也是很好的 他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 老师表示他现在的心态 跟以前在国家队打球的时候 心态都完全不一样了 他现在也是跟我们所谓叫个体户 陈宏一样 也是叫享受羽毛球的乐趣 那么有这种心态打球 他往往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水平 能够发挥出来 一开局 广赖好像就有点先下手为强 一上来速度打得比较高 很少说一开始就把速度拉起来的 看来这场球将是一场龙虎斗 日本选手可能对周密的研究 也是非常的充分 太好了 另外你这个完全就是打经验了 另外呢 他们两个人的世界排名呢 也是相差两位 周密呢 是排名到第11 广赖融离子呢 是排在第13 周密也是一个经验经验非常丰富的优秀队员 然后呢他打这种矮个子 我想应该都是以让对手大范围跑动 就是全场最大范围的跑动为主 嗯 他的球 他的高球都比较过头 让对手移动到底线 然后再再去掉 还得跳起来 你看每次打的底线 就是那个球比较 质量比较到位 广赖每次都要跳起来打这个球 但是可以看到周密已经是也是榜上的一个腰风啊 对 这个腰也是有伤 那保队员的应该伤病应该也是不断的 大家看到这个球 尽管管内一直都比较被动 但是他都很顽强 都基本上都能够把球接过来 而且质量还还保还不错 还保证一定的质量 那么记得上次的 哥本哈根羽毛球赛的时候 周密就是腰伤退出了比赛 看来羽毛球运动员 腰 膝盖 还有那个踝关节 很多地方都很容易受伤 对 关键都是在超负荷的运转 看这个就是上不去了 广赖这个批掉 也是球速非常的快 在广赖也比较注意周密 压他的底线 他在 底线上注意的比较多 并且整个站位呢 都靠近自己头顶的反手区部分 因为他知道周密现在是压着他反手的后场 所以他整个注意力呢 包括站位呢 都已经是已经往自己的反手区 偏偏过去转 因为这样广赖也有好处 他要 往自己的右边并不去打正手 比较好跑啊 先防住周密的对自己的反手后场 哎呦 这个揭发推的还挺漂亮 哎呦 看来现在广赖好像要志在必得啊 比赖才刚刚开始 还不断的在加强自己的一些兴奋点 从常常的表现来看 现在广赖融离子的 显得非常的积极 打的 周密也是马上还你颜色 周密也是在一开始也在摸对方的底 嗯 前面几分都是通过控制 对手底线 感觉他哎防的还不错 然后马上就有第一拍就有结合 下压 这个这个也是防了 广赖已经防住他的自己的反手了 所以你看 周密推他反手他已经在往后跑 嗯 我想周密通过几分以后他能够 能够发现这问题 对手保护底线保护的比较多 啊这个假动作也是 对 但是今天的比赛一开局感觉 周密投入的不是特别的充分 反而广赖就比较兴奋啊 很早就进入状态 并且还是不断的在原地起跳 保持出自己那种兴奋点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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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矮个子的队员 他主要还是 比较 怕 对方控制住自己的底线 如果底线反控 反抗不到底的话 没有一些 能力的话 就 被牢牢控制住底线出半场 或者是只能出往前的话 就会被这些打进攻的队员 能够很好的抓住 所以对矮个子的队员 只控制底线为主 这个战术其实是很成功的 控制住底线以后 注意抓他的过度 抢他的过度 然后再往前创造进攻 然后再发挥进攻 周密第一拍的下压 杀球也好 吊球也好 对对手的威胁都是比较大的 因为关来的个子比较矮 他要管的范围 相对要小一些 所以我想周密慢慢通过前半局的比赛 他也会慢慢找出比赛的感觉 整个实力应该是周密 还是占优的 无论从技术 从实力 从经验 各方面周密都还是占优的 现在就是看他投入 感觉周密打球好像不紧不慢的样子 对相对他跑的要少一些 这个球 广赖容易者现在主要是依靠往前 控制 再加上他的进攻 他也意识到了周密呢 要拉他的两个底线 从而调动他 所以呢 现在也是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 周密的速度还可以再加快一点 还是显得一点平淡 好的 漂亮的滑板 因为广赖容易指他要把自己的后场要牢牢的保护住 所以他往前也就露出了比较大的破绽 像这个球已经重复两次了 已经丢掉两分 广赖明显加快了节奏 现在主要是通过进攻 好的 周密这个球速度也加起来了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就是广赖尽管他非常打得非常积极主动 他的进攻很少能够一拍就能够打死周密 就是他的进攻的威胁 其实并不大 而周密 杀掉结合 因为他个子比较高 他杀掉结合的话 他要让广赖融丽子跑动的范围比较大 所以他进攻还是很成功的 现在广赖融丽子 看到自己被调动的跑来跑去 现在主要是通过了进攻 但是他的进攻呢 又是对周密 产生不了太大的威胁 现在周密已经反超一分 领先10比9 作为广赖融丽子的话 他必须要非常的耐心 跟周密打 而且是不能让周密 牢牢的控制底线 牢牢控制底线的时候 要有一些限制的球路 比如说他直线压住了 我要摆脱他对角来 然后通过控制 反控制底线和反控制往前等 多种球路的组合 然后摆脱周密的连续进攻 这样的话才能够 跟对手抗衡起来 而且是要通过多拍 不可能一两拍就能够打死对方 这一点要 自己这种指导市场 要把它建立起来 不然的话太着急 急于求成一两拍想打死对方的话 反而自己失误 对这样很困难 因为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因为毕竟进攻的能力还是有限 还是要发挥自己这种多拍跑动的能力 另外呢 我觉得矮个子球手呢 在对战高个子的球手的时候 要多于球变那个线路 不然老是跟着他们的球路来打 好球 这个球呢 就广大龙第一子 现在呢 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用对角 下压 看到宝赖打得非常的积极 嗯 好球 现在他那种气势啊 慢慢的也上来了 周密在对控当中适当的可以结合一点掉球 蓝掉 他都是全部都是控制底线 等于就是四点打两点 对手就在后场两个点移动 而没有上来 这个球周密判断失误 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摇的比较紧 嘿 再来看看慢进 这个球是滚过王了 12瓶 准备开始 换了发球方式 发短球强弓 但是周密现在还没有看到他要什么加快速度 对还是稳扎稳打 还是希望能够压住广赖的后场 再放网 也没什么进攻 而且他的高球弧度都比较高 就是 广赖就有时间往后跑 就是 广赖就有时间往后跑 你看基本上的球路没什么哎 你还想刚说要变了一变又没了没变过去 本来适当放放网 你看他想放网的 意识到了 但是球 没有过网 还想有一个假动作 假的都不像 假过了 他假动作又得要求质量高 嗯 刚才已经判错了一个了 这个球又是在界内 来看看慢进 刚刚在左边已经判断错了一个 现在右边又同样判错一个 就等于直接给对方两分 嗯 连丢三分了 对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2008 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的半决赛 好的 这个调动非常的漂亮 一个沙球直接一个直线的上网勾对角 现在双方是通过多拍来对抗 休密还是加强了进攻 刚才往前这个假动作 也就是很好的调动了对方 然后对方取得个半场 直接刷中路 对 这就充分体现了周密的这个经验 如果他刷两遍的话 广赖融里整可以能防得住 周密这个放网质量不高 嗯 球太高了 对手墙上来推对角 很难受 这个球又高又远 而且是给广赖融里整的捉到了球路 周密现在往前的出手 墙点还不是特别高 而且出手不够干脆 都是有一些停顿 嗯 有点犹豫啊 这个球第三个判断 终于判断对了 刚才在底线这发球呢就已经是吃了两分 在这一边更多的东西 不过 这一边够的东西 对了 对了 这一边就是 看他就在这个球 看他不过 看他就在这一边 就在这一边 就在那边 看他就在那边 看他就在那边 看他就在这边 也是通过往前强点的推球 迫使管内容力是被动 然后再发挥进攻 现在慢慢到了第一局的 就是关键分的阶段 所以周密也加强了进攻 大家可以看到管内 就是在对抗当中的进攻 他对周密的威胁并不大 尽管他杀球看上去很用力 但是对周密 周密根本就不怕了 尤其如果是球数不快 相持的打相持球的话 周密会占上风 对 嗯 这个球又是处理的 不是很好 对 周密今天放网的感觉 不是特别好 而且都是在下手啊 下手击球的话 那个球呢是往上走 18比17 这个球周密回球非常的到位 周密的后场的这种上手的下压 对管内的这种威胁还是很大的 马上管内容里子就来了一个 正手的斜线推 看来周密的往前 今天处理的并不是很好 比赛来到了局点 广内容里子的头顶 一个下压 周密在控制对方底线的时候 应该多一点 就是调动 还是老在一个点上重复的话 对手也不怕 好 来容里子气势也上来 好 来容里子呢拿下了第一局21比18 刚刚在第一局当中呢 周密是以18比21丢掉了第一局 那看从第一局来看 周密在场上他速度相对平淡 比较平淡一些 他们有一些速度上的变化 就是场上移动了速度 然后呢往前的出手不够干脆 然后关键球18平以后 他的发球的目的性还不够 给对方直接一拍推 所以这几点 但是他周密第一局比较成功了 还是他的下压 他的进攻 另外他的高球 虽然是说 很高 以调动对手为主 但是他实际上可以结合一些平高球 稍微过头的 球速快一点的平高球 周密没有打 也可能是因为场地啊 或者是球的关系 嗯 比如说有些 如果太平了 可能会怕出界 所以有可能有一层 这一层没有 而广赖呢 就是还是打得相对比较耐心 然后呢 接掉的能力 接杀的能力还相对欠缺一些 另外他被动接掉 都习惯勾对角 观众朋友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就是他很被动的时候 他都会搁搁对角 让对手也上对角线 这范围要稍微大一些 还有一个我感觉甚至到 那比如像广赖的这种打法 对中国队的目前的张宁啊 谢庆芳他们不会构成很大的威胁 因为他球速又不会很快 对吧 对 奔跑能力又不算很强 他虽然比较善于奔跑了 在对周密的这个打 这一场比赛里面 但是如果他相对于马来西亚的黄妙珠啊 中国香港的叶片岩呢 他的球速还是相对会慢一点 对 那么前两届的奥运会呢 龚之超和张宁 曾经是为中国羽毛球队 贡献了两枚的奥运会 女单的金牌 所以在北京奥运会的 女单比赛当中呢 雅典奥运冠军张宁 他要跟2005 2006年的市井赛 冠军谢姓芳两个老将 现在的中国女单的两位大姐 那么还有一个名额呢 就将会是07年的市井赛冠军朱林 或者是卢兰去争夺了 那么朱林跟卢兰呢 今天晚上的一场半决赛里面 是在另外一个场地进行 所以另外一个场地的朱林 对卢兰那场球反而是比较关键 因为是关系到谁能够出现 加入到明天的决赛 虽然是公志超 虽然是那个张宁 谢姓芳 朱林和卢兰呢 四位的中国女单选手 已经是把持了2007年国际比赛中 绝大部分的冠军了 并且他们也都具备了 北京奥运会女单金牌的能力 那么如果中国队能有三名选手 来进入到奥运会 那么中国队还是拥有一种集团的优势的 因为排名在前四的位置 他们在抽签的时候 就会分开在各个半区 但是近年来中国女单选手 遭遇了对手比较顽强的一个主机 包括有中国香港队的王晨 丹麦的拉斯姆森 和马来西亚的黄妙珠 那么还不可忽视的 还有法国的皮红艳 德国的徐怀文 还有刚才所提到的 昨天输给卢兰的中国香港队的小将叶佩妍 那么这些呢 都会给中国选手制造不小的麻烦 那么尽管韩国队也有一两个高手 但是呢 在近一两年来 好像他们进步不会很大 比如权债卷 黄慧渊这些 刚才看到周密子这个突击 就有了一个速度上的变化 压住了以后自己有一个主动的加速 它就攻出来的话 广大众女子就有点来不及 所以周密还是要多增加一些 不单是进攻上 要给对方压力 对 你看这种要给对方压力 这就显得很积极了 然后再往前的出手上 他也是应该要像他的进攻一样 那么干脆一点 对 出手要干脆一点 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打出去 积极的调动对手 这加快了速度以后呢 现在周密呢是马上来得到了连续 连拿几分 现在呢是比分的是到了6 6比5 但是作为三十几岁的老将来讲呢 体能也将会是他的问题 因为你已经失落后了一局 对 万一给你搬回来 还要进入到决胜局 所以对于经验丰富的周密来讲呢 他可能同时在拿分的过程中呢 他还要适当的分配一下体力 就是该快的时候就快 不然的话老师在高速的一个相持的阶段呢 往往在决胜局呢也是没有体能 那么通过第一局的调整以后呢 现在周密呢 马上是加快了进攻节奏 这又是一个出界 A5 在第一局周密主要是在判断对方的发球 已经连续的丢了两分 对 后来又是自己的一个失误连丢了三分 那你可能情绪受到不少的影响 现在还是还是以进攻 往来这个球戳的非常的转 而且很贴网 或是周密呢是以下手接球 先是通过一个压反手 再一个戳往前 非常的贴网 7 8 现在这两分呢都是双方呢都是 分别失失了一分 失误非常的多 失误非常的多 好的 周密还是通过 推压 管来的正手底线 然后迫使他回球 不到位 然后发挥进攻 出发挥进攻 往来现在也有变化 他在往前呢现在也是假动作 在今天的现场直播当中 第一场的比赛是 和安兵玉扬 战胜了波兰队的马德乌斯 亚克 纳提兹达 衰先进入到决赛 那么和安兵玉扬 是在刚刚结束的 瑞士语标球公开赛 是拿了冠军 那么也希望和安兵玉扬 继续乘胜前进 明天的决赛再夺一次 印度超级联赛的冠军 现在周密在往前的出手 还是有点犹豫 球队不到后 但是港南容易 只没有把握住这机会 周密在第一局也是落后的时候 也有一段时间是反超 但是反超一两分 这时候没有抓紧 把这个比分的这个差距 拉开 还是就比较平淡 像这一局也是10比7领先的时候 没有说抓紧抢分 我想周密通过教练指导 也会 就是对自己的战术 可能会更加明确一些 再往前的出手 更加干脆一些 可能会 后面会打得轻松一些 好赖的 周密还是坚持打对方的后场 对 刚才金杀的时候 他还是要挑后场 再看看慢进 弹得不够厚 其实他完全可以放回直线 或者是勾对角 让对方也跑 跑 跑一跑 但是现在周密的打法 还是坚持着压住广赖的后场 那么如果太单一的话 广赖很容易就防住了 一种习惯的球很容易防 周密在杀球方面 也是有些变化 现在刚才的杀斜线对角 现在是来了一个杀中路 往来在关键的时候 自己又连连的失误 刚刚是后场的一个失误 现在又是半场失误 周密发球上有变化 发平快去 对方没准备好 周密想发 后来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去拍相 主才要表示一下道歉 大家可以看到 关键能力是非常的顽强 把它这样的多拍 双方来讲体能都会成大的消耗 还有这个勾对角 广赖给勾出键 可以说周密这个球 是成功的把广赖 四个脚都是掉开了 面面俱到 这样的话广赖的消耗会非常大 一直在不停的奔跑 而且是被动的奔跑 周密这发球很有目的 他发球这一局 他增加了一些发平快球 有时又发发往前的小球 就是结合自己的发球 去调动对方 因为广赖的进攻 他不是很凶 他就好像又是广赖 他要主动下压 下压以后 自己再揭杀这一派反击 很成功这个战术 看来连续这几分双方的一种 相持阶段打得都比较艰苦 因为周密到底是岁月不饶人了 广赖的体能也出现问题 周密这个调球 现在在这场比赛中 已经是第四个 成功的能够一拍吊死对方的 他有一个加速的动作 就是调球的时候有一个假动作 对就是感觉像杀球或者是说压平 压平快 嗯 但是他其实是调球 这点对对手的威胁很大 嗯 一个大斜线的跑动 哎呦这个球是推出了戒 有时候这种动作呀 像周密的这样的为了躲这个球啊 很容易把腰给闪了 你看对吧 嗯 因为他本身腰就有伤 但是他现在已经忘记了腰伤了 你看 整个比较新鲜的一种状态 周密在这个被动处理的时候还是太勉强了 太勉强了 不承认被动 还是把球挑的太平 然后矮个子选手这个篮掉是一个特点之一 因为他们个子比较矮 嗯 然后球刚好在他手上这范围以后 他那个把篮掉 这动作一做出来 他威胁是很大的 因为篮掉的话不像一般的批掉 他球速会比较快 但是他非常近往 这个对高个子的选手 这个二次挣扎启动啊 这会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球比较软 而且而且掉的比较近往 下一笔小毛 广赖想通过往前发小球 来继续进攻的机会 没想到平头党之后 对 自己把球打出了界外 他还想 周密这一局应该有些机会 18比12 但是周密是先输了第一局 好的 那就希望更大一点点了 不出什么意外 应该是周密能够打 绝胜局了 他已经慢慢 已经摸到路子了 可以说从第一局来看呢 周密好像没有进入状态一样 而且在第二局当中 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他的加快的节奏 球路的变化 各方面 但是打控制球的话 体能也消耗的大 嗯 所以 应该他是给张宁那一拨的 那一批的吧 谁知道啊 他比张宁还要少 他他跟 郭瑞娜 是一批 再跟郭瑞娜 对 这场直播的比赛现场 现在双方是打成一比一 进入到决胜局的比赛了 第一局先是广赖先拿下 然后周密呢又搬回来 现在决胜局的比赛 双方一开始就加坏了球数 往往往 往往 周密这个球 已经浪费了两次往前 很好的机会 他其实根本不需要 做一些假动作 这位矮个人来说 他二次启动是没有问题的 他只是 在接完这个 这一拍球 到下一拍 其实他还没有转过身来 而周密一个假动作 正好能够能够 缓过来 他不缓能够调整过来 所以他都能够接得到 所以对对对对 对付这种选手 应该是 加快出手 越干脆越好 让他一直在跑 然后 让他跑开了以后 再结合一些假动作 这样的话 效果做了假动作之后 你还有停顿时间 他还对刚好跑对了 对 所以证明这个往前 这个问题还是得 注意一下 不然的话打不死自己 容易着急 这很明显 捷上局一起来 大家都加速啊 往来打得非常的积极 但是没在最关键的时候 就是他就失误 这多拍的拉锯的话 消耗也是很大的 嗯 而且 像管赖这种身材 这种个子的话 他要打这种突击 他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他他要拼命的杀下去 嗯 那周密在绝尚局 有个好的开端 三比一 你看每次在这短暂的 都听到喘气的声音 看来是连续的几个多拍之后 真是体能消耗很大 这个球 编才是判了一个出戒 编才犹豫了很长时间 才发出手势 哎呦 看到广赖还是不断的 在给自己增加一点兴奋点 这个球是出戒 说明的 出手还是不够干脆 4 2 这个球是出戒 往来两次了 往来这个揭发球其实也比前面有一些改变 他揭发这种平快球前面都是选择下压 他有一个停顿的高球 其实意图是很好的 战术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方向上没有控制好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周敏的进攻比广赖进攻要有效的多 这是也是他的身高优势 他的力量优势 而且对手个子比较矮 防的面积比较大 你想想看拉斯姆森那种步伐 从打完底线上网 好像两步半就挂到了 拉斯姆森的杀杀网铺 这是很快的 对我们这队员都构成很大的威胁 威胁非常大 而且他是现在球的质量也提高 另外就是从 从下比赛慢慢慢慢发现就是 他以前是脾气很火爆 失误特别多 现在他不但球有威胁 然后自己的主动失误也在逐渐的减少 这就是他现在最可怕的地方 他现在是在决胜局里面主动的失误 他在能力上也也也出现点问题了 他刚才说他心想加快速度 但是手都开始那个动作呀 你看这个滑板都打的都有点控制不住 有点对不上 又想要求高质量好一点 但是呢 越是这样的事物呢 又越是那个心里的没底 那么现在决胜局比分一下 被拉大到7分了 马上就是10比2的 看到这个比分跟前两局大不一样 对 一开始都是由于广赖自己的很多失误 对 广赖也是由于多拍打不死周密 自己也着急 也想利用自己的进攻 但是他的进攻又没有构成很大的威胁 对 哪怕这种进攻使到周密被动一点都好啊 但是又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 感觉广赖现在打起来非常的吃力 他是被牵着打 对 周密基本上就站在中间 不紧不慢的 哎呦 现在这个反手 反手位周密 回球并不到位 往来一个斜线的批掉 我还想起来拉斯姆生在这个反手的勾对角 也是很凌厉 也是很凌厉啊 对 其实周密刚刚二次球反拍完全可以过度一拍往前 嗯 我往来就是很多后场的失误 嗯 好了 那么 十一周密摔先进过到决胜局的交换场地 看看他的教练何一鸣 可能也在这个时候由于这种打法这种领先的程度也可能不用过多的去哦 对稍作提醒就可以了 注意哪些就行了 因为他现在整个打法还是对的 又加上是广赖失误很多 这个球周密用了一个假面座 看是放网 推了一个广赖的一个正守卫的底线 基本上都是周密在打控制 现在广赖荣离子现在也急了 因为毕竟现在分叉落后的太多 如果这场比赛周密能够胜出的话 他将对阵卢兰跟朱琳之间的胜者 广赖荣离子非常的顽强 但是主动填一直在周密的手上 然后广赖荣离子其实也在 平于奔内 对防周密的正守突击直线的话 他自己也有所注意 然后刚才这球也觉得很漂亮 一直在摆脱 但是还是摆脱不了周密的控制 对 这个球下压非常的快 在球速 广赖荣离子这个发球质量并不高 因为身材的关系 因为身材的关系 他发短球想接 想在中场 蓝或者是说抽压 只要对方推得稍微边一点 他就很难受 大家可以看到 反正人体还是非常的顽强 虽然比分落后比较多 但是还是在不断地为自己加油鼓劲 这一方面 就是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年轻的运动员 有些就是自己落很多 就可能会感觉 放弃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或者说已经过多的考虑胜负问题了 就没有像领先啊 或者是相识那样 那么去美仇必争 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像日本队韩国队 他们在场上的作风都是很顽强 都是会坚持打到最后 双方都在打后场 摸了一个 三个小包 七十四十 广赖中立子如果想得分 他必须要像这个球一样 他每个球都要经过很艰苦的努力 很多拍的较量 他才有可能通过对手的失误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进攻得分 你想说在前几拍就能够打得很好 前几拍就能够很快的抢分 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 不是说没有 但是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在确立自己打法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自己的一些先天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个子比较高啊 或者进攻 本身这种进攻的技术 掌握得比较好 比较有这种先天的优势 你可以选择 选择一些进攻型的这种打法 然后像广赖融丽子这样个子比较矮的 但是相对比较灵活的 你就必须要选择拉掉突击啊 或者防守反击类型的打法 所以打法的确立也要 要根据自己自身的条件来确定的 而不是说我喜欢打 打什么我就打什么 如果你像广赖融丽子全场杀上网的话 他根本就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 看来广赖是不是那个疲劳点也恢复过来了 这几下的多拍 看来明显的又好像体能得到了一些 一些多数的 现在广赖融丽子呢 也是通过打多拍与周密对抗 这个就是他的优势 他如果能够多打这种球 那对周密的消耗也是很大 周密这球也是体能会出现问题 多拍以后 感觉已经没有步伐的启动了 已经感觉要放弃了这个球 说明这个在激烈对抗中 大家的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他现在的一个目的就是 宁愿被对手给打死 也不要自己失误 对对对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零八 印度羽毛球公开赛 女单半决赛的现场直播 现在还是非常的顽强 你看在决胜局里面一开始 那个 开始的阶段双方的球数都很快 但是由于是连续的一些多拍的相持 现在球数又没有像比赛的决胜局一开始拿的那么快了 因为女的现在打21分 又由此打到尤其打到多拍的时候 在坚持这种打法 压后场啊 来回奔跑啊 体能也是消耗的很大 那这广拉中立子 他挡完网以后 他有一个注意周密推对角的 推对角这个动作 周密放网这是很聪明的 这个球再来看看慢进 周密是动到了球了吗 这慢镜头也没有也看不清楚 也没看清楚周密到底有没有碰到球 如果没有碰到球的话 这球是接完 你裁判还是判了黄奈荣离子 得分 周密接管赖的推压 还是比较大胆的跟他打 凭抽打 这个反强很漂亮 我们还也非常顽强 这个时候是考验周密 他能不能顶住 这个体能上的消耗 因为两个人都是多拍 漂亮 漂亮 从这个球可以看出大家在身高啊 这种基本条件上的这种差距 是会身高占的便宜了 这个 对 一个正手的劈对角 周密18比11 这时候他一定要稳住 不能轻易地丢分给对方 首先减少自己的失误 很多选手遇到日本或者是韩国选手 都会非常的惧怕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顽强 能跑 打不死 那就好了 那么一发球 然后广赖就揭发出界 打到19了 想加速弹 没想到这球 按正常的话 周密应该有很大的把握了 哎呦 往来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球非常的贴网 时间掌握的特别好 在假动作 因为他也已经判断到了 所以那个位置等在那 力度也掌握的很恰当 12比19 决胜局的比赛 又是一个挑出界 周密来到了 分担比赛的赛点 第二点 不要 哦 管来又是自己的失误 那么最后呢 中国香港的周密 也是衰先进入到明天的决赛 那么他将会对着卢兰跟朱林的胜者 明天下午的17点30分 明天下午的5点半 我们会给大家现场直播 5个单向的决赛 那么接下来是到男子双打的一场半决赛 马来西亚的陈崇明周俊英会对着陈甲亮吴俊明 那么由于这一次的比赛呢 有很多高手都没有来 因为